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盘后快速拉升涨幅32.57%后,被临时停牌一个小时,复牌后一度大涨超40%后回落,截至五间收盘,报3.95元美股,上涨28.66%。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下停牌复牌和恢复上市的区别。 停牌一般是上市公司有重要信息披露,会对股价造成影响,就申请停止交易,复牌后,仍然受10%涨跌幅限制,而恢复上市,以潘刚凡泰为例,是公司2014年至2016年连续亏损而被暂停上市。 在2017年纽亏因此才能恢复上市,公司恢复上市,可不见得都能有潘刚凡泰这么好的运气,如在8月15日恢复上市的宁通信比收入变大跌47.1%。 而另一方面,23日晚间潘刚凡泰发布了2018年半年报,上半年净利润达到11.5亿元,同比大幅增长于176%,这份业绩也让苦苦等待了16个月的30万投资者有种受的云开兼阅民之感。 潘刚凡泰在2017年的纽亏为盈,并在2018年上半年取得良好业绩,其过程颇有戏剧性,公开资料显示,2011年,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铁矿石材选,太金矿提纯,凡泰制品的生产与加工,凡泰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。 由于2014年、2015年连续两年亏损,潘刚凡泰于2016年5月3日被申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,股票简称由潘刚凡泰变更为ST凡泰。 2016年9月30日,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,将其持有的潘刚矿业的100%股权,潘刚公司的70%股权以及潘刚泰叶的海绵泰项目出售给了潘刚集团。 同时,公司将其持有的安铅矿业的100%股权,安刚香港的100%股权,安奥公司的100%股权出售给了安刚矿业,本次资产重组后,公司在无铁矿石材选,太金矿提纯业务以及海绵泰项目,其主营业务转变位,凡泰制品的生产和加工,凡泰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,电力产品的生产与销售, 其行业也随之转变,未有色金属演练及压延加工业,随着国内钢铁产业景气回升及环保监管加强,被誉为钢铁工业未经,的繁系产品价格近年来持续上涨,不断创出新高,据华创政券言报,截至2018年8月初,繁价以无氧化二繁系,由2016年1月4日的3.5万元每吨持续攀,升至当前的27万元每吨, 涨幅高达671%,即便以2017年6月30日的9.4万元每吨的价格计算,至今的涨幅也高达187%。 华创政券认为,综合繁的供需基本面,和下游,对价格的敏感程度,后市无氧化二繁价格将稳重偏强,至少保持在27万元吨的水平上。 目前国内繁制品行业高度集中,攀钢集团以及和钢股份成德分公司两家企业合计产能4.2万吨,合计国内市占率超过70%,对2018年报半年报中净利润大幅上涨。 攀钢帆太锦试衬,受禁止繁渣进口,地条钢取地关停,高强钢筋推广应用,繁电池储能技术进步和推广应用等因素影响。 繁价持续上涨,需求量得到释放,随着环保督查持续增压,绝大多数实媒体繁企业纷纷关停,国内产量难以大幅增长。 与此同时,此阶段繁价上涨,促进了繁产业经营环境改善,美金小编注意到,攀钢帆太近期也获得了多家机构看好。 天峰证券预测公司2018年到2020年,规模净利润,分别为23.54亿、25.25亿和26.24亿元,EPS分别为0.27元、0.29元和0.31元,对应停盘前收盘价3.07元,18到20年动态PE分别为11倍、10倍和10倍。 公司目标价格区间为5.22元到6.50元,考虑到繁价持续上涨,公司盈利大幅提升,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。 中金公司给予公司买入评级,目标价格区间为5.22元到6.50元。 中金公司指出,需求的的好转和供给趋紧,推动繁价不断上涨,五氧化二繁均价有望延续上涨趋势。 预测公司,2018年到2020年,规模净利润分别为23.54亿、25、25亿和26.24亿元。 需要指出的是,虽然攀钢繁泰业绩表现亮丽,但在暂停上市前一波强力拉升,使得股价出现了超两成涨幅。 而暂停上市期间,大盘出现了超一成的跌幅,个股普遍跌幅远高于大盘同期。 此外,虽然恢复上市,首日不涉涨跌幅限制,但恢复上市公司的筹码构成和新股上市,首日可流通筹码构成大不相同。 因此投资者要注意了,千万不能把恢复上市公司,当成新股来潮,最后附上近年来部分恢复上市的A股情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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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